兰州上城区紫灵香街140号 有一家珍品双美双砖沙龙 月娜姐当时进的就是这家店 因为我老公在这里办了一张卡 他叫我过来剪头发 我就过来剪 过来剪呢 然后头发没剪成 他们就三四个人 第一个人洗头发的人 他说你脸上很多巴 就三四个人帮我推到一个小房间里面 就给我洗脑 洗脑最开始说要一万八 一万八我说我不做 然后最后砍也又说八千八 八千八 我说我也没钱 然后他说五千五 后来我又砍了一下 我砍了五千 五千呢 我说你要把我的脸弄好 而且不要有什么负作用 月娜姐说 人到中年脸上确实有斑 当时砍价砍到五千 说是能把脸上的斑去掉 就心动了 谈好价格后 对方就开始操作 这个脸就感觉很痛很痛很痛 就承受不了的痛 他们用什么给你弄 钥匙啊 不是 有种激光 这样打的 激光 有仪器的时候 对 打了 打了就很痛 很痛 当时我就说 我说止损 我就不做了 我说我要退款 他们就不愿意 那时候你已经付了钱了吗 付了一半 付款记录显示 当时叶大姐付了2500元 给杭州市拱束区100里发电 叶大姐提供的照片显示 对方操作之后 她的脸颊上斑斑点点 似乎有灼烧过的痕迹 采访时 叶大姐戴了一个面罩 只露出眼睛 没法看清她脸上的状况 为了查看现在的情况 大姐扯掉了面罩 记得注意到 大姐脸颊上的斑还在 但灼烧的痕迹 似乎已经消退了 我说说求 要不就给我弄好 要不就给我退款 假的 你弄好吗 弄好 弄好 弄好还是愿意的 不是 她现在一天一个 一天一个说法 不是 今天这样说 明天那样说 我们怎么给她解决 理发店的古店长说 大姐来过店里几次 一会儿说要退钱 一会儿说要接着去办 我跟她说了 她刚开始说 可以给你弄好 就这个价格给你弄好 她现在又要我 六二付两千五 她跟她那给我弄好 所以你是 你现在数学到底是 给你接着弄 还是退钱 这两个方案 我都可以接着 问题就是问她 那她不能 不能说的 那就给我 那你就给我退好 退钱 退钱 对 你不弄啊 不弄 叶大姐最后决定 退钱不去办了 申诉过了 给公司行政也发过去了 发过去了 她那里要审批 也要和老板那里审批 公司要审批 能不能退款是吧 对 记得注意到 这家理发店地址 在杭州上城区 紫丁香街140号 但收款方 又是杭州市拱束区 100理发店 而且这家理发店 没有挂营业局照 谷店长说 被老板拿去办事情去了 门口海报称 三周年店庆 谷店长说 他们是一家老店 肯定合规的 叶大姐前面提到 店里用了激光 给自己去搬 谷店长也说 不便展示 店长当场联系老板后 告诉叶大姐 公司已经同意退款 目前正在走流程 1818黄金眼 记得报道